生涯第15场比赛就打出完全打击 在两头之间从一类到回本类 各位观众,今年的国联新人真的有够强 除了Corbin Carroll,还有一个超级新人 他是来自多米尼加的棒球怪物 体能劲爆,速度快如闪电 身材像篮球员一样高大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暴力美学 在困难中长大,让他练就不认输的态度 就算一度想要放弃,也一直坚持下来 最后终于成功登上大联盟 并马上用精彩的表现攒头角 帮助红人开启一波连胜 从去年大联盟的倒数球队 到现在爬到了分区龙头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国联的另一个超级新人 红人队的Eli De La Cruz 21岁的Eli来自棒球强国多米尼加 是家里9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打棒球了 因为他出生的地方比较偏远 设施不够完善 经常要拿网球或橡胶球来做练习 所以在6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里 到多米尼加北部接受更好的训练 又在10岁时搬到首都圣多明哥 加入Niche棒球学院并参加小型联赛 这所学校和大联盟一直有合作关系 也出产过不少职业选手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教室队的Huan Soto 为了让自己能被球队选中 Eli非常努力刻苦的训练 但他发现在比赛时 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总是更被关注 他们有着更好的装备和资源 享受着Eli得不到的待遇 他没有钱买新的装备 视讯的时候总是没被看上 这也让他一度想要放弃 想要回家和家人团聚 这时候是妈妈一直鼓励他 告诉他无论如何 他都会以他为荣 这才让Eli坚持了下来 朝着目标继续前进 所以他一直都很感谢妈妈 想要在场上打出最好的表现 让妈妈为他感到骄傲 幸运的是 有一次比赛时 他认识了来看球的Vilario家庭 他们正想要组建一支棒球队 于是就把Eli招募了进来 让他和他们住在一起 还送给他新的装备和手套 并不断地给他更多鼓励 把他像儿子一样照顾 有了这一家人的帮助 Eli也重新找回了信心 开始更努力地进行锻炼 所以说 要有良好的运动品质 还是需要好的装备 像是袜子的话呢 我就推荐这款 我脚上的SWAGIRT袜子 他们的袜子呢 不只是穿起来舒服 而且非常适合运动 穿上去的时候 长时间保持干爽 如果是要出门一整天 或者是要跑步打球 就非常适合 SWAGIRT袜子的袜子 有8毫米厚 可以起到舒适 避震还有缓冲的效果 加上工研员认证的 Protimo线材 抗菌除臭高达99% 而且呢 他们的设计 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 左右脚型分开设计 包覆性更好减少摩擦 加上足弓支撑 还有脚跟腱保护 运动的时候不容易受伤 那除了我脚下的这一款 在SWAGIRT的官网 还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每个的造型都非常帅气 现在只要点击下方链接 再输入我的折扣码 I'm SOFA 就可以享有85折优惠 非常值得 非常划算 喜欢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2018年 红人队的球探 到学院考察选手 当时他们的目标 本来是另一名选手 而A里是因为不被看好 才被安排 和那名选手同时出场 这样才能凸显别人的优秀 但是在比赛结束后 红人队反而对A里产生了兴趣 开始专门对他进行考察 他们觉得 A里虽然身材太瘦 技术还很粗糙 但却拥有巨大的潜力 最后决定 以6万5千美金签下A里 把这名大物新人 带到了大联盟 2019年 A里展开职业生涯 但作为从海外签约的新秀 球队只是 把他当作福袋来开 安排他参加多名尼加夏季联赛 所以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2020年遇到疫情平赛 同时大联盟通过新的规划 减少小联盟数量 导致红人和多个小联盟中此合作 还裁掉了很多名小联盟球员 幸运的是A里躲过了这波裁员 而他也意识到 如果不打出身手 那就随时有被淘汰的可能 在这样的动力驱使下 他在疫情期间 每天自主练习 尽可能的 在多名尼加参加比赛 于是在2021年夏天 A里强势崛起 他变得更高更壮 打击更有为力 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关注 2022年 他在小联盟出赛121场 以三层打击率 打出28轰 40吸道 一下子从农场 排不进前30的新人 变成了队内的头号星秀 还成功入选未来之星明星赛 而来到2023赛季 他先是在多名尼加冬季联盟 拿出好成绩 又很快在3A小联盟展开个人秀 出赛38场 就打出12轰11道 还展现了非常恐怖的怪力 内野传球的急速 来到99mai 最大急球出速 突破118mai 这两个数据放到大联盟 都是最高水准 配合上闪电一样的速度 让他在力量和速度上 都拿到接近满分的高分 并被评为 大联盟百大新秀第二名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 Elly在今年6月 正式被拉上大联盟 迎来生涯的初登场 2023年6月对上到期 Elly正式登上大联盟 第一个打席选到宝宋 第二个打席就展现惊人速度 打出一支深远的二雷安打 而随着比赛进行 他的手感越来越火烫 吸引了大量观众来主场看他的比赛 也帮助红人打出了一波联胜 像野兽一样强大的身体素质 更是震惊了大联盟 这名怪物新人 身高196公分 是大联盟里少见的高大内野兽 不但身材高大 动作还快如闪电 生涯前8场比赛 就累积了5次到雷 最精彩的是在面对酿球人的比赛 他先是利用速度倒上2雷 很快的又倒上3雷 最后又抓到头所的空档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倒回本类 只用了一个打席 就在两头之间连续倒雷3次 直接从一垒倒回本类 创下百年难得一见的记录 本赛季目前 平均冲刺速度每秒30.7英尺 在全大联盟排名第一 甚至可以把一些明显被抓到的打击 硬生生跑成一垒安打 在一场面对太空人的比赛 他就在提出平飞球后一路狂奔 以每秒31.2英尺的速度飞扑上垒 成功跑出一只一垒安打 同时高大强壮的身材 也让他的击球充满威力 在大联盟生涯的第一发全雷打 就用114米的击球出速 打出一发458英尺的大号全雷打 目前的平均击球出速 也是大联盟的顶尖水准 不少人把他和海盗队的Onyo Cruz做比较 但A里速度更快打击更好 甚至在生涯第15场比赛 就完成了完全打击 2023年6月 红人主场面对勇士 A里在5比0落后的情况下首次登场 一上来就是一发二雷安打 差一点就打出墙成为全雷打 第二个打席 他也没有浪费机会 直接一棒扛出全雷打墙 用两分炮帮球队逼近比分 让全场的观众都为他疯狂 5局下半一二雷有人 A里这一次的断棒打击击穿防线 形成一支一分打点的一雷安打 离完全打击也只差最后一步 最后在6局下半 本场第四个打席 A里一挥棒出去就急速狂奔 只用了10.83秒就成功跑上三类 在生涯的第15场比赛 就完成了完全打击 成为红人队30多年来 第一个完全打击 也是大联盟史上第三块的完全打击 靠着A里的强势发挥 红人中场11比10击败勇士 拿下了12连胜 而这名创造历史的超级新人 也吸引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成功在大联盟打出身手 截至目前为止 A里一共出赛27场 以3成2的打击率 打出4发全雷打 外带15分打点和12次倒雷 短时间内就展现了恐怖的天赋 在上个星期 因为球棒上装了传感器 所以被对方教练要求检查球棒 确认没问题后马上开轰 还嚣张地做出挑衅动作 个性真的有够狂 虽然随着赛季进展 表现稍微有点下滑 对三阵的次数也需要去改进 不过A里最令人期待的 就是他身上的无限潜力 一个高大强壮 能打能跑的棒球怪物 就是人们眼中 A里德拉克兰斯的最终形态 套用回另一名 新人王的游历竞争者 Corbin Carroll分享过的一段话 有两种方式可以驱使你前进 你可以以恐惧为动力 或是以爱为本奋斗 如果说Carol 是靠着对棒球的热爱走到今天 那A里就是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 在随时可能被淘汰的恐惧中 野蛮生长 最后存活了下来 成为一只棒球场上的黑色野兽 在竞争激烈 人才背出的大联盟 他之后面对的挑战 将会越来越多 能不能兑现天赋 成为未来的棒球巨星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